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不管你在关心指数 或操作股票都一样 其实它 你只要掌握一个重点 我觉得 你每天都有机会 贪很多钱 你一定说那是什么重点 股票的部分 你只要能够确定 确定了 你所要锁定买进的标的股 买进的标的股 未来 你不要跟我说现在 第一季成长 第二季成长 那个叫废话 你要买的股票 你今天买的股票 是不是希望它 接下来往上涨 对不对 所以你不是看它 过去的获利 你是看它未来 只要你所锁定的标的 未来是爆炸性成长的 你就会买 你就一定会贏 没可能会贏 你只要确定 你买的股票 未来是成长的 你什么股票都可以买 简单说 指数不太一样 好不好 目前指数呢 报价小跌17点 报价9347点 对不对 对不对 好了 一样 一样我们的索 不是索满营 第一个我们的赖好友 包括特别会员 都一样 9点控2分 9点19分 来 加权指数 今天强弱关键 9351点 对不对 那你告诉我 什么是9384 又9320 又9351 我又说一遍 你今天 我不管你要做什么事 你是不是应该把 所有当天的架构 全部都放在心里面 我们就胸有成主 不然你是要怎么做 第一个 第一个 我们要去了解 今天高档 大概在什么位置区 第一档 大概什么地方 你是不是泡泡 你最后要有一个准则 一个叫9384 一个叫9320 对不对 你怎么没准 今天最后9379 还差5点 9320 你还没搞 随便 我只是告诉你说 你自己 你要有个平价的模型 再来 那什么叫9351 所谓的9351 就是说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主要的 我的看法 一定是外资 在这边打了一笔单 很明显 如果用一分钟 可以进来看 这个单 发生在 9348 到 9354 左右 所以呢 今天的关键 一定是9351点 就是说 他站在9351 这样 不好意思 今天很强 你要提防 他会Q 他如果站不掉 9351 那你就要小心 小心什么 不排除 他要往下做修正 就是这样而已 你整个架构 不就很清楚吗 对不对 好 所以回过头来 那你应告诉我说 那跌 他到底要跌到哪里 同为进 我们过过期 常常说 叫正义官 对不对 我说 小明你领带歪了 指令 歪一片 我先告诉你 这样歪一片 怎么会看你 没看你啦 做人怎么会这样 关键 关键在于 那我怎么知道我的领带歪了 同为进 叫正义官 你是不是照着我走 你不知道 知道我这里有没有歪掉 这里有没有不正 再来 对的 什么叫错的 什么叫错的 从过去 任何一个人 为什么他会赚这么多钱 为什么他会赔翻掉 那你要怎么看 你要这样看 那这样看 还没办法做 就别做 我说真的 别勉強 你自己 如果说你在 投资股票 操作指数 你一帆风顺 说实在话 你一定要维持下去 我的看法是这样 那反之呢 你说 怎么做都做不了 就别做了 真的啦 怎么做都做不赢 那可不可以求求 你就不要做了 够做都够想起 都输 还是在做什么意思 再看着他 现在是不是9341 现在不是9341 我连这台笔电 把它吞下去 我现在47 对不对 对 那你告诉我 要怎么做 你跟我我怎么看得懂 你这样还看不懂 这样看得懂吗 你这样子还是看不懂 我你呢 这样看不不 你看这样也还是看不不 这样看不不 你说这样是要叫我看什么 全胜 我要跟你说 是什么叫全胜 所谓的全胜 就是说 死为尽知心地 够企 你如果在这里放空 你在这里放空 你只要现在告诉我 你会贏的输 你会贏的输 你说我在这里放空 当然也会贏 对不对 好 在这里放空 你说在这里放空 来输 你说我把我家的电视权吞下去 对不对 对 你讲得太好了 你现在看着他 在这里放空 在这里做多会贏吗 你说在这里做多当然也贏 对 那这里呢 会贏啊 这里做多还是半空 你说在这里半空一定输 如果在这里做多一定贏 你就自己看嘛 你问我 我要问谁 对不对 我就自己看你死为尽叫知心地 这你感觉要怎么做 我哪知道要怎么做 你要赢 你要做到 你要每天赢 要每天赢 每天赢 我只问你一句话 你今天有没有赢 那这样就好了嘛 你问有啦 你够贏了 就不够说了 你就照着做 要是怎么输 来来 我只请问你 怎么输 你教我啊 所有的指标在这个点 一定是多啦 好不好 因为有什么 因为Q起来 指数站上移动均线 一定在这边做多 输 Q起来 KD指标 MACD 啪 威廉指标 转正 可以抹抹在这里 跳 啪 抬到这里 对不对 那两空 有什么 因为股价指数 跌破什么 移动平均线 贯穿 那当然是空啊 那你就把它扛了 扛就去 那你就输 我果然是 哪里说不下去 然后呢 KD指标 MACD 威廉指标 你想象得到了这里 你一定输 一定输 那你会输 好朋友跟你建议 你别做 我跟你说 做不贏 别做 也不用参加 任何人 你都不用参加 任何一个分析师 你也不用参加 做不贏 是在做什么 我的看法就在于 你要做对 你要做对 你要有一个 几乎 几乎 很难得让你找到一次错的 就是说 奇怪 一天赢了 那不能参加 对 你就等了 我就跟你讲 那怎么办呢 好来 好友 或全体会员 每天你是不是都会拿到 我们会员的研究报告 这是昨天 张12月15 没有错吧 张12月15 好 那么今天是12月16 那今天怎么做 今天第一个 我的看法 我把它放大放大 你说 那现在怎么办 再大 12月16 挺简单啊 你就等啊 等什么 等看它是要跌还是要涨啊 你说什么意思 你就让它跌 有什么关系 跌到负50 那就要正在正向多方 这样会输 一种就是它不跌 它往上涨 那更好 为什么呢 你就把它扛啊 往上涨 我把它扛 不然你把它扛起什么啦 它只要往上涨 你就等 等这个 正午时 你就把它扛 那你又不行 正午时 你就把它扛 它就一定死去 这样会不会 那如果这样又不行做 我不知道 要不要再跟你说下去了 不知道 我的想法就在于 你需要有个系统啦 它可以协助你啦 今天就先看9351嘛 你观察你就看9351点 那么 这个是 14 15 16 到今天早上 过去这三天 底下 这种几率 不常出现 我说一次 PSY 一般来讲两天会出现一次 那么这个呢 总共出现了12345 出现了五次 一般是两天才出现一遍 但是最近这几天 出现了比较频繁 那出现了比较频繁 该怎么办 那你就做啊 你问我怎么办 不然你问我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 怎么叫怎么办 我就已经告诉你了 我还不是今天告诉你 我六个月前 我就告诉你了 PSY的胜率是9赛 什么叫9赛 9赛就是说 很多老师你知道吗 你看测标 连胜 又胜 一百胜 两百胜 三十连胜 胡说八道 对不对 你说小明治不是连胜吗 我在等他错啊 我就跟你说 就等他错 因为他一定会错 没有那个永远不会错的 PSY的指标 长期以来 每一个礼拜 每一个月 你去跟他统计 那就是9赛的胜率 什么意思 出现10遍 10遍来的 10遍 贏高败 输一遍 这样要怎样 这样什么要怎样 这样卡定位来问 要怎样 12345 那是要怎么做啦 我怎么知道要怎么做 12月15这不是长的事吗 这你觉得要怎样 这说要洗脚了 这短线的才能够垃圈一下 这这样正像 这这样正像 这这样甲胸 甲胸也没人在这里做多的 你长在这里 在这里 我有发简讯给你吗 我告诉你 PSY以达政务师 PSY副武师 我保证有 我如果没我 我停止业务执行 你自己看简讯嘛 我也没有通知你 有嘛 那政务师怎么办 代表会跌嘛 那副武师呢 他会去吗 副武师就一定会去嘛 你说全胜 全胜他早晚要错嘛 等他错啊 我不要说这个 我举个例子 来 各位请看 你说我中一遍算我运气 好对不对 好来 你自己看 这11个 14个12个14个 1234567890 ABCDEFGHIJKL 帮我一个忙把他放打 你看我没有乱话 慢慢的往右边走 我是不是当他来到正务师 把他画个圆圈 一定要正务师哦 副武师把他画个圆圈 副武师就是12345 正务师就是ABCDEFGHIJKL 对不对 对 好看全图 胜率超过90% 我请教你 超过90% 让你一招赢了一点 三十招你也赢了三十点 我这样告诉你一点就好了 我不要跟你说四十点 那你需要有个辅助工具 给我们赢三天啊 我不管你有做没做 你最起码你看得到 我一直认为说 包括所有朋友 会员 我一直觉得啦 各位会员 你过去以来 那我都发简讯给你嘛 你就照着简讯做嘛 我认为呢 你真的有需要 各位会员 你都贏那么多了 你才不用来赢一个奇迹系统 为什么我会强烈建议你会倒 因为我相信你的贪比我更多 你会比我胜率更高啦 为什么 好来 一二三ABC 一二三ABC 听不懂 你一直往右边看嘛 把它放大嘛 四五 CDE 好来 这个C是错的 各位过几次 一二三是不是都对 对啊 四五AB是不是都对 对啊 这两三四五是不是连胜 好来 再来喔 C 这笔C是不对的 因为这笔C 半空 结果 起 对不对 所以这笔C会输 会输嘛 输这边要怎么 这边要怎么做 这边这边 这 这本来做两靠 这就做C靠 这做一靠 这就做两靠 这做五靠 这就做十靠 好不好 因为你在等它错 一二三四五 你要越做越少 你知道吗 因为它一直胜 一直对 你在等什么 等它错 当它错了呢 你就中押 一定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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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它的胜率 我就跟你说九赏 你现在是 你自己去想 哇 这样做不贏 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做 一直到 来 来 就看到十二月 很贏 没你自己看 全胜啊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不要理它 你就等加全指数 被打到负五十啊 或者是它要拉到正五十 就是一个出手点 两分钟后 马上向您做简报 好 闭着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用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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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会成功 棒 一棒 再一棒 接墙棒 长大 信 试图 制度优化 低台风险 掌握 盘中拖动 让您今天的股票 变更棒 02 2578 30 00 2578 30 00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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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5 5 2578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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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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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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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 7 7 8 8 9 9 10 6 6 7 10 7 8 9 10 8 指數Neste S&P500 包括德國股市 你全部把它放上去 你看這一年 漲幅第一名的 不是美國高市 是加權指數 所以你會發現到 為什麼台北股市最近好像沒有那麼強 因為它早晚要恢復正常的聯動 那麼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該怎麼辦 很簡單 指數只要是擊掌 你要找空點 你不要去做多 你是在... 沒有啦 你... 你狂跌 你要做多 擊掌是半空 這樣你才會贏 好來 舉例 我要講很多朋友 你覺得頭股都不會說 對不對 對 不是每一個 畢竟是少數 像我們的部分 你只要眼睛看到 我就負所有法律責任 好不好 我們全體會員 全體會員 每天就一個點位 就一筆當衝 沒有啊 這個當衝就是一個當衝 比方說當衝這裡空 當衝這裡多 當衝九千三空 九千二多 對不對 就這麼一個點位一個當衝 可是有些業者不是這麼幹的 他怎麼做呢 他光是當衝 九三零零空 九二零零多 還沒什麼呢 他還有一個短線當衝 九三二零空 九三一零多 你知道嗎 他要短線端衝之後 他還有波段當衝 還有支壓當衝 還有轉折當衝 他光是一個當衝 就一二十個多空單的進場點 你說 就這麼多 還沒勒 然後呢 他除了當衝之外 他還有短線單 波段單 趨勢單 價差單 市價單 八九種 你說啊不 你現在電視上 每天都贏幾六百點 沒有一天不贏幾百點的啦 你說啊我這樣不然我又補錢 補錢 你又補錢 又補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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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我補不完 你永遠補不到 他節目中間講的那個 一定跟你說 我說不跟你通知 有啊 他一天喔 多空單一二十倍了 我沒有誇大 我講的是事實耶 我請問你 這個就叫詐數 這個就叫不死啦 全體會員 你只要是我的會員 你看著他 我講的我負責任喔 每天每天每一天 禮拜一到禮拜五 每一天就一個當充 這個當充就只有一個點位 九千三空就是九千三空 九千二多就九千二多 就只有一個點位 另外全體會員 因為PSY 他 他不是每天會出現的 他是隨機的 也就是說當指數擊掌 他會出現 暴跌他也會出現 他的功能在幫你抓 每個過程的最高跟最低 他的功能在這裡 當你只有一種指標叫五分鐘PSY 然後你每天都不流倉 你就這麼簡單 你每天自己都沒關係 你每天就是做一筆當充 有PSY就做 沒有PSY你就沒得做 你就只有一筆當充 就是沒有了 你的當充就只有一個數字 每一天 所以 所以呢 你一定問我說 今天就換錢你每天都贏 不然你今天不是都贏 我問你嘛 你就只有一筆嘛 你也不是十幾筆 好來 看一下簡訊一下 一 二 三 八點四十六分 有了沒有了 我說沒有了 沒有了還有什麼簡訊 一 二 其實只有兩筒 真正講只有一筒 你今天跟當充一筒簡訊 你六天也這樣 就走著做 是不是又獲利 你知道沒有獲利 你知道嗎 你還特別都獲利 特別耶 今天他沒有波動 沒有波動就只能當充 那就只有一 哪裡不對 每天當充全體會員 你只有一個點位 沒有那個一二十個點位的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波段短線 波段趨勢 波段轉折 波段試降 那真的是 實在是氣死人 有人這樣做的嗎 真的有啊 你參加一定參加到這個 為什麼 因為他每天節目上一定告訴你 他怕他又贏幾百點 他沒有一天沒有贏幾百點 那你當然會參加那個績效最好的 對不對 可是我要告訴你 那個叫詐數啦 他一二十筆的多單一天之內 一天之內 我請問你你做哪一筆 你不管夠多少錢啦 你只是點位越來越多而已啦 這麼多的點位 那要做哪一個點 亂做 我們只有一個點位 一個當充 全體會員你只有PSY 沒有了 特別會員是針對 你沒有辦法看盤的 你可能要工作的 你要上班的 那這個部分 一律用三十分鐘的反轉KD 流暢 簡單說就是這樣 我很快速跟各位做個分享 所有的會員一樣齁 你同時把你的簡訊 你的簡訊 包括你有即時版軟體的 你拿出來做個比對齁 十一 十二月十二到十二月十六 這個禮拜齁 來 有沒有錯 有沒有錯 這樣是不是要輸 在會你說這做多這做多 你來贏 我跳一次團五支指揮棒 人為盡 人為盡 叫明德斯 知道 這裡就是要做空 才會有所得 這裡就是要做多 這就是要做多 就都贏贏贏贏贏贏贏 怎樣做怎樣贏 你把它點出來 不實 PSY有兩種 有三種 有四種 我負所有責任 法律責任 怎麼可以賣 就全勝啊 哪一次錯 都知道你運氣好這禮拜中 這十一月 來來 沒有錯吧 這十幾月的事情 來看十一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ABCDEFGHIJKL 那你就把每一筆調出來看 是不是全對 當它錯一次 接下來就是重壓 因為它的勝率叫百分之九十 特惠的部分 一律使用三十分鐘的反轉KD 三十分鐘的反轉KD 它的勝率又高於五分鐘的PSY 請你告訴我 這樣會贏嗎 今天我們有一個15800 歡迎各位 稍待可以打個電話 給我們服務人員 在這裡也很好 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身體健康 操作順利 感謝你 拜拜 本投股公司 與所推薦分切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中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 投資風險 機上盒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盒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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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肯定會成功 棒 棒 棒 一棒 再一棒 棒棒 接強棒 強大現實股股 自動優化 自動優化 避開風險 掌握盤中波動 讓您今天的股票變更棒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購得投股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購得投股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振兆 旗鼓雙贏一把兆 GOOD的投股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看似平靜的海面 卻隱藏著致命危機 那就是離岸流 離岸流是因地形 潮水與破碎浪形成 往海裡移動的強勁水流 會將人快速帶離岸邊 此時切勿對抗水流游回岸邊 以免耗盡體力 發潮或退潮時 海面上破碎浪多 離岸流正強 切勿下水 遇到離岸流如何破困 1-保持冷靜 2-舉手或拍打水面求救 3-不要抵抗水流 用省力的游泳方式保留體力 4-面對沙灘 以45度角流回岸邊破困 教育部關心您 很可愛又安全的家畫好了 很可愛又安全的家畫好了